随着一声啼哭 大名最大的幸运儿 朱瞻鸡粉末登场 胖胖朱高赤 还沉浸在做父亲的慌乱之中 已经晋升为爷子辈的燕王夫妇 也在焦急地等待着 这第一位孙子 可是将来朱家的希望 被称为圣孙的朱瞻鸡顺利出世 初为人妇的朱胖胖高兴地 只想抢红包 不啊 母妃 孩子生了 哎呦 哎呦 闻听喜讯 朱棣兴奋地直搓手 却被徐妙云吐槽 三个儿子你抱过几个 朱家从史志中都是隔背亲 好不容易上手 满脸的慈爱 心情逾越到了极点 你看这小鼻子小眼的 哎 哎 高赤跟你说话呢 让你起名字 朱棣想起了父亲 第一次见高赤时的情景 还有那本早已写好名字的家谱 朱战基 这可是詹子辈的第一人 相信父亲知道后 也会很高兴 张武带着喜讯传回了京城 朱元璋十分的开心 看到黄泰孙后 也想把朱瞻基接过来 说这些 是因为他想起了三个儿子 随着老二老三相继离去 内心不免悲苦 他希望几个小辈早早地培养感情 让朱允文给推荐一位老师 虽然想争辟方校如入朝 为哈林师讲 为了大力扶持 黄泰孙 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只是令他没有想到 由于朱允文的作死行为 让朱瞻基免出了一场灾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